Hello 大家好 我是Carrie 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今天我們又回到Quintagla 自隔一個月 我們今天跟大家來看看新的名單 上次看了兩房 今次我們會看一房單位 這個建築其實跟我們上次的建築一模一樣 都是Tower B 7979 Fair Bridgeway 其實大家看到中間這塊木 其實就是連接了這幾個屋苑的其中一條 好像天橋 平台花園 其實Quintag Tower B 7979 Fair Bridgeway 我們今天走到這裏和大家展示一下 就是這邊轉彎進來 那個洞就進去Tower B的一個屋苑 大家看到附近的路其實都很闊落 即是轉出轉入都沒有太大的阻礙 我們現在就上去看看這個建築 我們今次看的單位會在九樓 是一個一房的單位 都挺大的 586 呎 然後地址就在這裏 我們這裏最近的上次已經說過了 就是對面已經是London Drugs的Mall 這裏如果大家有朋友過來 或者是想暫時停一停 或者是想去喝茶的話 它有一個幾層樓的住宅 整個London Drugs 後面 大家看到上面都是一些住宅 這個背後進去的Mall 就是London Drugs 有喝茶的地方 下面有Waves Coffee Shop 其實都很方便的 現在跟大家進去看看吧 我們進來看看這個一房的單位 其實屋主已經搬出去了 不過有些大件的傢俱 還要清走 門口進來其實都是一個很一眼看 很實用的職 門口進來是一個U型的廚房 然後旁邊也有些櫃的處物空間 然後有一個Dining Area 也挺長身的 這邊就是客廳位置 有一個露台 我們的方向是向東的 然後這邊一條很短 不是走廊的走廊 就通到房間 然後後面是洗手間 這邊還有一個Laundry Space Laundry就是這裡的 Bloomberg 大大小的 好 我們現在一樣一樣開始看 我們回到廚房的位置 門口進來已經是廚房 也是很典型 當時131415年的設計 跟我們另一條片 我們同時有兩個Listing相片 River那邊其實也很像 這個U型比較小 大家可以看到雪櫃也是放在這個位置 其實應該可以放到30吋 這邊是L型的 這個是Quad的石英台面 四個爐頭是24吋 下面也是焗爐 上面這個是二合一 抽油煙機加微波爐 這些櫃裡面都是不同的儲物空間 然後這邊也有櫃桶 還有下面的櫃 洗手盆的特色是比較大的 比起我們最近看的樓盤 似乎它特別長身 可以洗到比較大的波波鑊鑊 小碗碟機就是這裡 牌子都是Bloomberg的 門口進來除了直入廚房之外 其實它的右手邊也有兩個櫃門 這個是一個很小的 好像Storage room 是釘 因為這個單位 它是有包一個Parking 然後就沒有Locker Locker主要大家可以當這個空間 裡面可以放到 都塞了很多大件的傢俬 大家可以看到 廚房對出這個位置 都可以是Dining Area 現在放了一個很四方 好像麻雀桌一樣 但其實都應該可以放大隻的桌椅 椅 坐多些人 這邊就是一個很闊落的客廳位 這個建築也有游覽器 大家可以看到 這裡有一幅很大很長的電視牆 所以大家足夠空間 可以放到電視櫃 再大一點 譬如說70吋的電視都可以放到 然後這邊大家都可以看到 它放了很大的三人 轉過沙發 兩邊都還有位置 所以客廳空間都比較充足 如果大家想在客廳放到書桌 或者再造櫃 應該都有這個空間 設計一下就可以了 然後來到這裡就是露台空間 它的設計就是這塊是FIX的大玻璃 下面也有FIX 這邊有窗 也有窗沙 然後這裡是一個可以開出去的露台門 出來之後 露台的空間相對不算太大 因為它放了冷氣的外面分體在這裡 這裡就窄一點點 我們在露台會看到挺漂亮的風景 這邊看過它是北邊的 剛剛看到飛機降落 那邊有北邊的山景 就是比較開揚的露台這個位置 向我們這個單位看出去是南邊 其實我們跟隔離棟的距離都挺闊的 所以雖然都是望樓 但也有空間感 不是握手樓的 前面這些就是Town House 我們都高過它一點點 所以我們這個Unit 就直接可以看隔離的London Plaza 看到少許Skytrain的位置 後面就是Richmond Center的方向 我們走過去Richmond Center 都是幾分鐘的事 是很近的 去旁邊麒麟飲茶都很快 我們看到旁邊這裡是房間 房間都是一樣向東 但它更多了一個小小的窗 是有多一點藍面的光可以進去 不過當然有些檔 因為露台這邊也有一個Panel 但有好過沒有 我們去看看房間 看了客飯廳廚房的位置 然後這邊就有一個Section 就可以進去 進來右手邊就是剛才我們說的主人房 其實主人房的空間都大 只有一間房 空間都可以大 因為現在大家看到它的傢俱都挺大 包括床架 這張是Queen Size床 兩個比較闊的床頭櫃 那邊還有一些空間 也有一幅電視牆在這裡 剛才說多個窗就是這邊 這些窗都是FIX的 這裡有一個可以通風的窗 看出去都是向南面的景觀 東 看出去都是向東面的景觀 然後我們可以看看單位的衣櫃 它都是玻璃鏡櫃 是雙門衣櫃 剛才客廳外面有一個冷氣機 上面這裏還有多個冷氣機 這個就是出冷氣的 單位的取暖的話 就會是大家看到Baseboard Baseboard在那裏 這個房間外面都有Baseboard 主要是用每一個Section 有沒有Area都有控制它的溫度 出來之後 剛才看到洗衣機乾衣機 然後整個單位一個洗手間 就會在這裡 很簡單 然後台面空間 這個不是櫃 但可以放東西 毛巾架 然後下面也有些 Trimmer Space 座廁和浴缸 這個浴缸 連上也有個Ring Hat 做Shower 這樣 大概就這樣 很簡潔的單位 這個單位我們也是剛剛上盤的 接下來這個星期六 星期日會有Open House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約上來看 現在掛牌價是549,000 全單位面積586呎 一房單位 單位裡面有一個Storage Locker 樓下就沒有了 樓下就有一個車位 我們現在去拿車 拿到一輛Tesla 其實是我的 那一早上年已經訂了 上年4月已經訂了 中間推了兩次 它就很久才可以拿 現在Cary越來越忙 我又沒有車用 所以決定都是拿 等到現在才拿到 那之前我們是開一個Pick Up 那之前是做裝修 就是多一點用途 裝修做少了 Pick Up好像浪費了 放在那裡 上年就轉走了一早 其實前幾天已經拿了車 都是一輛Model Y Long Range 版 比它一輛的 便宜一點 我都是代步 上星期被人改色 鐵膜 把它本身是白色的 貼成灰色 其實上年我買了改色紙 3M 2080那種型號 就打算買一卷回來 自己wrap 因為我什麼都自己做 家裡自己裝修 所有東西都是喜歡自己做的 所以打算自己wrap又便宜 因為給人家很貴 幾千 三千多元 我打算一千元買了卷東西 回來自己wrap 上年一直都沒有車 Cary的車 因為現在wrap好像太遲了 因為它已經派到很多石仔 我沒有派到派 不是啊 我沒有派到派 不是派到派 即是理數高 它年紀駕駛了五萬 很多石仔 很多花痕 即是路面的油漬 已經整頂到很花 不如我們等新車來才wrap 我打算等它來 我自己wrap 買一千元買材料 之後就自己來 還有我已經上網研究好 它怎樣wrap車 買了工具 但現在因為有冬天 現在都是三月 我們沒有車房 外面很冷 wrap不到 最後都是被人wrap 我上網選了一間 評論比較好一點的 專門wrap車改色 包補保護膜的地方 我上個星期放在這裡 我那一部都是白色的 它已經開始貼膜了 即是貼這些顏色紙 貼上去 貼之前 它要做很多準備功夫 過來看看 貼之前你要拆掉那些膠邊 這些位置 都是有一些黑色的邊框 就是這些 那你要拆掉它 前面這些鏡頭位置 都是拆掉了 還有車頭也拆掉了 其實都拆了很多東西 拆完之後才貼 因為如果你不拆 是貼不了下去的 因為你的邊位 你要貼進去 所以要拆掉它才貼 我看過上網 有些人有些是不拆的 這樣貼 貼得不太漂亮 那你的邊位 可能會看到 本身那種顏色 其實我也可以做的 其實我上網也研究過 但是自己用很多時間 所以都是被人弄 會專業一點 因為他們拆開 很多已經拆過 很多部 他們有經驗怎樣拆 還有你貼這些 都有一些技巧 貼上去 一會兒要加熱 即是風窗 才可以貼到比較完美 還有我自己就很難去貼 因為我自己沒有一個 那麼室內那麼漂亮的環境 它已經有很多燈 加上有些熱器 還有一些除塵的系統 就令到它沒有那麼多塵 還有我看得清楚一點 潛崩壩比較複雜 多些轉彎位 所以可能要多快 或者要多些時間去貼 如果你不拆這個都可以 你放在這裡貼 你整個人要沾身 還有你就算你的車積起了 都不會很高 就要整個人貼在這裡貼 還有車油燈都拆了 因為這個位 它跟車油燈是很緊密的 這條邊位都很難去塞進去 所以拆了車油燈來貼 效果就更加好 鏡頭其實都很難包 它是兩塊組成的 這裡是邊位的 一塊就比較難 灰色 我之前買了一卷 這些色紙 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它就是 後面有些黏力就黏在它 那我上次的那一卷就用剩那麼多 因為本身我的車身是白色的 屈了進來 上面這些呢 屈了進來 一塊膠紙 還有這些轉角位其實是最難的 就是比較難去打得漂亮 白色車貼深色紙 就有個位 如果你可能太陽光晚 就會看到裡面 就是一條隙子裡面是白色 因為裡面是沒有黏的 車油燈都幫我貼了透明保護膜 那麼我四十塊一個 是的 兩個就八十 本身它給你實成的車 連工包料就是 三千二至三千四左右 那麼我現在呢 就帶了材料過來 它之前是不做 帶材料過來的客人 那麼最後它都可以 就是可以減到一千塊 因為我材料買一千塊 如果大家沒有材料 就三千多塊 例如三千二至三千四左右 這輛是Carry的車 它白色是沒有黏過紙的 我們可以看一下 現在走了五萬多公里 車頭已經有點崩了 然後有些污漬 我洗車是洗不掉的 它有些油漬的東西 路面有很多黑色的油漬 會黏上去 好像這些 尤其是車尾 我昨天才洗完車 你看這些 積進去 所以我索性 積進去 有個轉色的效果 因為全部TESLA都是白色 不用加錢 如果你要灰色 或者其他色 那時候要加3000元 那我不如買白色 不用加錢 自己轉什麼顏色都可以 然後還有一個 有少許的保護作用 當然這些紙 保護作用沒有那麼高 因為它很薄 如果有些全透明 PPF的紙 是專門做保護的 那些會 即使石製彈下來 都不會花 起碼我這些 是防止油漬 馬路上的油漬 吃進去的那些 起碼會防止我 我去年訂這輛車的時候 比現在還要便宜了1萬元 因為去年的價錢 現在加了1萬元 如果加稅 所以我覺得 製造了它又漂亮又OK 那幾千元 其實我覺得是值得的 大家可以欣賞一下車 加工 你喜歡 吃進去 你想要擺放 一些嗎 吃進去的 你怎麼會 吃進去 吃進去 你 吃進去 自己的 吃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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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進去